即便如此 我也再也不会放开你的手了 郡主 臣李谦渴慕你 珍重爱藏于心 臣愿娶你为妻 若郡主愿以终身相托 李谦必定信守对郡主的诺言 一生已是守护在郡主身边 生同亲 死同血 生死同心 郡主 你就问问自己的心吧 这可是会害了你的 我不怕 住手 都别打了 没事吧 不爱 赵孝 你多次相救之人我一定会报答你 但是你现在看清楚了 我跟李谦是夫妻 我信他爱他 我会永远跟着他 我不会跟你走的 以前不会 现在不会 以后更不会 你要再让我胡闹下去 我就翻脸不认人了 听见了吧 再有下次 事情就不会这么简单了 走 你信他爱他 你信他爱他 他信你爱你吗 以后若是有什么事 他会像你护着他 那么护着你吗 不 他做不到的 你给我住口 走 事事难料 未来的事情谁也不知道 但是此时此刻 如果有一个人 值得我无条件去兴趣爱 那就只有李谦 走啦 宝宁 你瘦了 伤口还疼吗 跟你这比起来算不得什么 对不起 是我没有保护好你 其实赵孝敬您说得对 身为你的相公 竟然把你一个人丢在险境 我简直罪无可恕 不是这样的 不是你抛下我 是我心甘情愿的 你别这么说 你越这么说我心里越难过 我有时候在想 如果你当初嫁的人是赵孝 那你现在应该在南眠 安安稳稳地当世子妃 也就不用跟着我和摄身险境了 你吃醋啦 吃 吃醋 怎么会呢 我就是想给你最好 没有赵孝 我心里从来没有过赵孝 那你心里有谁啊 一个满身伤的傻子 干嘛这样看着我 干嘛这样看着我 你真好看 你真丑 看看自己脸都花成什么样了 胸口也是 酒伤未愈又添心伤 什么时候是个头 没关系 我皮糙肉厚着呢 子嬷 你在乎我啊 不是 说什么呢你 你这是谋杀亲夫啊 不知秀 什么谋杀亲夫 咱们俩还没成亲呢 什么没成亲 这赐婚圣旨都下来了 你这辈子注定是我的妻子了 万一我不想嫁了呢 你想 你哪来的自信啊 那好 你把另外一道圣旨拿出来吧 宝宁 宝宁 你这是 宝宁 我太了解你了 为了日后不落下把柄 你肯定会毁了另外一道圣旨的 我知道你这么做是为了我 所以 你心里面是有我的 你爷子有多巧 看你这个兄长又来拧人了 我得走了 你抱着我做什么 这么多人看着呢 我就是要让所有人都看见 我是你群下忠贞不二之臣 谁敢动你 便是动我 你抱了我这么久你累不累啊 是不是还挺重的啊 怎么了 你这么一说还真有点疼 我早就让你放我下来 躺着躺着躺着 快 没事吧 大人 郡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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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可算回来了 起来 起来起来起来 郡主 你下次可不能再这样了 以后不论你去哪儿 我都要跟你一起去 我回来你该高兴才是啊 你知不知道奴婢有多担心 太狂太后还派人来问话 奴婢好不容易再搪塞过去 嗯 好了 我这就去给外祖母写个信报平安 走 强儿 爹 你怎么来了 身上的伤 休养得如何呀 已无大碍 爹 我是有重要的事情要跟您汇报的 和当年我们李家被命门之事有关 高小姐 你这是 千哥哥这次受伤极重 睡血过多 我给千哥哥断了补药 多谢高小姐好意 千哥 这可是高小姐一番新意 待会儿等骏马醒了 不是她喝下 我和千哥哥从小一起长大 千哥哥自小就顽皮 不是这儿伤就是那儿伤 每回受伤都是我在照顾 我肯定比秦克姑娘更有经验 还是我来吧 这以前呢 她是以前 那现在是现在 李谦以前也没有妻事 高小姐又比较细心 相比魏叔等人 确实高小姐比较合适 那现在你看 李谦不是有了我吗 所以这些琐碎的事情 就不劳烦你了 这本就是我一直做惯的事情 哪里算劳烦呢 这做惯的事情 不一定是对的事情啊 你看你又不是李谦的至亲家人 又不是什么不义奴婢 你实在不必如此委屈 交给琴珂就行了 琴珂